太上感应篇的故事 曼琪先生 对于传道授业解惑的先生 应该要恭敬地受教 却反而轻慢 真是大大的有诗弟子侍奉老师的道理啊 您说水红老师要去排北参加研习营 要到暑假才会回来耶 希望代课老师在考试的时候能放一点水 这样其中考就能够拿到好成绩 再也不用吃竹笋炒肉丝了 阿达 你别做梦了 就算给你答案 你也未必背得起来啊 知我者阿文也 败给你了 大家请安静 取离 同学们坐下 现在要做随堂小考 写完考卷的同学就把座位整理干净 等等老师会依照成绩的高低重排座位 阿达 阿福 阿国 三个都是零分 你们就坐在最后一排靠左边的那三个座位 好 同学们上课了 你们再笑 小心下一次换你们坐那三个座位 翻开国语课本第十五课 滑翅上天空去游戏 飘东又飘西 飞上天空去游戏 飘东又飘西 要是被我妈妈知道因为考试零分才做到最后面一排 一定会被打得很惨的了 阿福 你别难过了 我们可以帮助你的 如果你有不会的 我可以教你啊 是啊 我也很乐意教你们呢 你就别难过了啦 哦 阿文 小林 谢谢你们 可是 哎 嘿嘿 放心啦 阿福 反正你还有我跟阿国作伴呢 对不对 阿国 哎 阿国 怎么连你也怪怪的 阿达 为什么不好好坐 你是不是又坐两只脚的椅子了 都已经坐到最后面了 还不认真一点 老师 不是啦 老师 我 既然你不想好好坐着 那就把椅子拉到后面 把你站着上课 阿达 都是你了 和我们今天成为众人的焦点 有个丢脸了 是啊 原本大家都要忘记坐最后面的 是成绩最差的说 现在 对不起嘛 我又不是故意的 哎 水红老师怎么还不回来啊 害我们每天都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 哼 我最讨厌陈老师了 虎姑婆 虎姑婆 阿达 阿达 怎么了 好了 好了 有什么委屈呢 跟联务爷爷说 爷爷帮你们想办法 吼 勒 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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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莲屋爷爷 这就是我们来找你的原因 那你就快告诉爷爷吧 莲屋爷爷 自从陈老师来了以后 原来是这样啊 小玲啊 你说说看 你觉得陈老师教的怎么样呢 陈老师对我很好 常常鼓励我多看书 也会跟我说很多世界民族的故事 来引起我的兴趣 所以最近我又看了很多好书呢 嗯 阿文啊 你也说说你的想法 爷爷 老实说 我并不喜欢陈老师这种 按照成绩分座位的方法 这种做法 会让阿达他们心里觉得 很不舒服呢 另外 有些班上的同学 也开始只会比成绩 而不是真的想要了解道理 充实知识 爷爷 不过不知道为什么 上课看起来很凶的陈老师 下课的时候 却常常看着教室后面 不知道在想什么耶 嗯 那位陈老师 是不是叫做陈延如 陈老师呢 嗯 没错 是陈延如老师 爷爷 你怎么知道啊 哈哈哈哈 爷爷大概知道了 啊 我想陈老师 应该是想提升你们 才会这么做的 虽然是这样 但是依照成绩分座位 我还是觉得不太好 对啊 昨天因为我坐在最后面 看不清楚黑板上密密麻麻的字 所以我才爬上椅子 想看清楚 结果摔下来了 那个虎姑婆老师 也不问我为什么 劈头就骂了我一顿 还罚我站着上课呢 嗯 不只是阿达 我跟阿国 也成为班长的挑点了呢 哈哈哈哈 好好好 爷爷知道你们心里的委屈 但是阿达啊 你们是学生 不可以说出不尽的言语 来形容老师哦 要知道啊 老师教导我们世字 跟做人处事的道理 他就像我们再生的父母一样 你说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尊敬老师呢 爷爷 虽然我知道要尊师重道 但是我还是会不高兴啊 哈哈哈哈 好的啊 爷爷呢 先说个故事给你们听 再慢慢给你们讲解 在古时候啊 有一位姓王的老师 为人啊 仁慈敦厚 深言圣贤书籍 常以圣贤之教 来教导启蒙儿童 也不会计较学费的多或者少 王老师呢 都一视同仁 秉持师道 尽心尽力的来教导着他的学生 因此 乡里的人 对他呀 都非常的敬仰 这位王老师 很厉害的呢 小孩只要经过他的调教 个个都聪明乖巧 好 好学有规矩呢 真的吗 是啊 我家天四啊 就是给王老师教导的 不但文笔出众 品德更是好的 哎呦好好好 那我得赶快带我家小宝去拜师了 王老师在教学之余 也常常对人说道 天地君清师 这五个是并列在一起 并且是不可以分开的 所以 只要小孩拜我为老师 那么 他终身的成败荣辱 身为老师的我 可是都要负起责任的 所以 为人师表 若是不能够尽心尽力的教导他的子弟 反而误人此力的话 那么 这个罪过 就跟庸医误诊至死的罪过 是一样的重 警告身为师表的人 可是要小心谨慎啊 王老师呢 不仅是尽心尽力的教导学生 并且 也喜欢讲笑剔的故事 给孩子们听 有心求学问的人 必须先端正自己的心性 而后 才能够学习文艺 先要把自己本分做好 而后才诗人 例如 一个人在孝体方面 若有所亏陷的话 纵然他的能力才华再好 也是不值得重视的 后来 王老师晚年得子 而这个儿子呢 就是文康公 大家都认为 这就是他尽心教导子弟 所得到的好报啊 由此可知 一个尽心尽力的老师 都能将他所学教导其学生 然而身为学生的 就应该感念师恩 这所谓 百善孝为先 也就是 孝养父母 奉敬师长的意思 经典上 也教我们要常念宝四众恩 是做人永远不能忘的 一 是养育我们的父母恩 二 教导我们的师长恩 在我们的安宁的国土中的国家恩 还有更要时常感谢天地万物的众生恩 有时候啊 老师关心学生 却不知道要如何跟学生沟通 反而让双方啊 都陷入了误会的僵局 身为学生 遇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啊 就要时常转换自己的念头 因为 来自不同老师的考验和磨练 才能获得更坚强的成长力量 所以 我们要懂得尊师重道 就像孝敬父母一样 来尊重老师才对呢 可恶 我阿达怎么能轻易认输呢 阿妩 阿妩 学不学啊 全力备战 各位同学 这次考试 阿达 阿妩 和阿妩 进步很多 值得大家学习哦 很抱歉 对你们这么凶 今天你们很努力 考到这样的分数 老师以你们为荣 各位同学 谢谢你们 老师 谢谢你 叛其所事 对于所应服事的长官或主人 不能够效忠 就是背叛 好了好了同学们安静下来 所以这一次我们的同乐会 就邀请阿国担任我们的点心准备组的组长 谢谢老师 我一定会准备最丰盛的点心给大家吃的 好 那大家就照计划开始准备吧 阿福阿福 这一次我做点心准备组的组长 我想要买很多的脆皮酥 你说好不好 可是我比较喜欢吃饱咖咖耶 是吗 可是我已经想好了 我要买花生口味的 草莓口味的 巧克力口味的 还有布丁口味的脆皮酥耶 你不觉得全部都是脆皮酥 看起来很壮观吗 可是我觉得没有饱咖咖 好像有一点无聊耶 阿福 你想太多了吧 总之 我觉得没有饱咖咖 同乐会就会快乐不起来了 哦 阿福 亏我还找你当助手 陪我一起买点心 结果我说什么你都不要 那我找你来干什么 什么脆皮酥嘛 什么脆皮酥嘛 只有脆皮酥的同乐会 不过我想还是多一点人去买 不过我想还是多一点人去买 才会买到比较多种类的点心 这样子大家吃得开心啊 哇 好好的时间都还没有来 我看不如我们先挑点心好了 我想要饱咖咖 看你们还想要什么也挑一挑吧 阿福 这样好吗 如果阿福 如果阿福来了会不会生气啊 应该不会吧 是他找我当助手的 而且我妈妈说 我阿姨晚上要来 叫我买完东西后 要赶快回家帮忙啊 既然叫 那我们就先挑吧 好啊 我要买这个 我要这个 我觉得这个也不错 我怕它比较好吃吧 这个多买一点呢 那个也要 我要这个 阿果哥哥来了 阿果哥哥 刚刚我们挑糖果的时候 阿全婆婆请我们每人一颗糖果吃哦 嗯 好好吃哦 你吃到了 所以你没得吃 呵呵 哦 阿福 你怎么可以先带他们来挑点心 明明我才是组长啊 阿果 你做什么啊 阿果 有话好好说嘛 何必生气呢 反正你来了 再挑一些点心不就好了吗 嗯 他根本不想挑其他的 他只想要脆笔书而已啊 哼 你少啰嗦了啦 我是组长 你应该要配合我的啊 啊 同学会只有脆笔书哦 阿果 阿果 虽然你是组长 不过你也不能因为个人的喜好 就强迫大家只能吃脆笔书吧 找啰嗦了 我是组长 我来决定 我要办一个脆笔书同乐会 哎 阿果 哪有同乐会只有脆笔书的 我不管啊 我就是只要脆笔书了 阿果 同学会只有脆笔书 我宁愿不参加 没错 我也不参加 哎 你们有完没完啦 哼 这都很可恶耶 哎 你们在吵什么啊 老师 他们是因为同学会点心的事情在吵架 美惠老师 我当点心组的组长 要来宣点心 没想到阿福一点都不真正我 私底下找了阿达他们 打算背着我宣点心啊 美惠老师 还不是因为阿果他一意孤行 说只能够买脆笔书 所以我才决定要偷偷买其他的点心啊 老师 虽然阿果是组长 但是只有脆笔书的同乐会就不好玩啦 没错 如果能多一点点心的种类 我想大家一定会很高兴的 嗯 老师了解了 古代有一个故事是这样描述的哦 在三国时代 有一位骁勇善战的猛将 名叫吕布自奉仙 最初他拜荆州刺史丁元为义父 丁元对待吕布就如同自己亲生的儿子一样 哈哈哈哈哈哈 奉仙啊 今日你给董卓那个叛徒一点教训 义父非常高兴 只要有你在我身边 就算有十个董卓也不怕 哈哈哈哈哈哈 是义父 孩儿会在义父身边效劳的 嗯 很好 很好 哈哈哈哈哈哈 但是吕布却是一位有勇无谋 见利妄议的人 当董卓战败之后就非常的懊恼 主公不必太担忧 我与吕布是同乡 甚为了解此人 吕布虽然勇猛 但是重力轻易 经不起诱惑 只要主公能将赤兔马 及黄金千两相赠 吕布必定会来投靠您的 于是同乡的友人李肃就去找吕布 并且煽动吕布去投靠董卓 吕布啊 董卓很欣赏你 这些黄金及类匹赤兔马 是要送给你的界面礼 只要你愿意 往后还有享用不完的荣华富贵呢 吕布为了自己的利益 就决定投靠董卓 当天晚上 吕布带着刀 走进了丁元的房中 诶 凤鲜啊 这么晚了 有什么事呢 诶 凤鲜啊 你要做什么 啊 啊 吕布杀了丁元之后 并且取下了丁元的手机 第二天 吕布就带着丁元的手机 去投向了董卓 董卓碰见吕布来哭笑 非常高兴地大笑起来 今天我和虎儿奉仙 日后看谁敢与我作对 后来吕布又为了貂蝉 及司徒王允 就以扶持汉事 搅除反党为由 而用己 寻死亦父董卓 又过了不久 吕布被曹操捉到了 曹操是个习材的人 本来不想伤害吕布 甚至还想重用吕布 来帮助自己平定天下 于是曹操就问刘备的意见 然而刘备则劝曹操说 丞相 您难道忘了 吕布是怎样服侍 他的义父丁元与董卓的吗 此人留不得呀 请丞相三思 曹操听了刘备的话 觉得颇有道理 于是就下令将吕布处死了 一个好的部署 是应该要效忠自己的长官 如果任意的背叛 到头来就算再有能力 也会受到别人的轻视 并且这样的行为 是不忠不义 不合于理法的哦 阿佛 你看吧 如果我是董卓的话 我就要把你重打一百大百 但是从另一面来说 一个好的长官 应该要由海纳百川的度量 听取布下的意见 予以讨论 并且达成双方的共识 倘若只会一意孤行 势必会引来部署的不满 更严重者 甚至会引起反叛呢 你看吧 谁叫你说 只能办翠笛苏的同乐会呢 阿佛 现在你们有什么决定了呢 老师 我决定不要败 只有翠笛苏的同乐会了 好爱好棒哦 阿佛 那我们除了翠笛苏以外 就可以再选其他的咯 只要不超速预算 什么都可以选呢 阿佛总算开窍了 阿佛 那老师再赞助你们一些点心基金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这次同乐会办得非常的成功 尤其是阿国的点心 让整个同乐会更加完美 大家掌声鼓励他们 谢谢大家 谢谢老师 这次能办得这么成功 其实光靠我一个人是办不到的 都要感谢准备小组的成员 如果没有你们 这次点心一定没有这么丰富 同时也让我知道 合作的重要性 还有不能坚持己见 还有太多的翠笛苏哦 狂中无事 对于许多没有知识 不明事理的人 反而说些话来狂骗他们 使他们悟性为真而害事 刚才我听到王景元说 有一个卖假药的欧罗阿仙 跑到村子里来了 王景元叫我告诉我爸爸他们 啊 阿文 什么是翁楼阿仙啊 翁楼阿仙就是指贩卖不实药品 来抹取暴力的不肖分子 诶 居然是假药 怎么会有人买呢 据说他们在乡下的地方 对于不识字的婆婆妈妈们 宣称有神奇的效果 让他们信以为真 他们卖的药不但是假的 还卖的很贵呢 那些药会卖多贵啊 嗯 我想大概是有100包王子面这么贵吧 啊 怎么会这么贵啊 所以等一下回家以后 记得要跟你们的爸爸妈妈说 好 哎哟 你一贯药卖3000多块钱哦 怎么这么贵啊 这真的有效吗 哎哟 太太啊 今天我会来到这里 是我们的恩婚啊 我的师傅跟我说 这铁药荒是要来祭祀的啦 不能靠这个赚钱啊 只有遇到有缘人才可以说 那至于会不会买呢 就看个人的糊混啊 哎 那我家小孩这么笨 吃了真的有用吗 哎 这不是我在臭东西哦 不说你们不知道啦 我跟你们说 能考上台大的有一半哦 都是吃我们这一罐三代祖传秘方 保利脑啦 还保证笨的变聪明 聪明的变天才儿童 要不然你拿去医院问问看 一定都说赞啊 保证你让你笑咪咪的啦 真的耶 真的不错 天起来好像不错哦 哎哟 太太啊 孩子的教育喔是不能等的啦 难道要让你的儿子二十年后 来埋怨你说没有买醉甜药 害他没有机会当大律师 啊大医生吗 啊 哎哎哎啊 这听起来好像不错呢 哎呦 是啊 哎 不然哦 我们就买他一罐来试试看啦 哎呦 等一下啦 等一下啦 我再跟他杀一下架啦 现在能不能再算便宜一点 实在 好啦好啦 看你们都很善良 今天我就赔本卖了 买两罐送一罐 跟你们结个缘 我说我的钱贷不够 我先回去拿钱好了 是啦是啦 我跟你说不用一年两年 我跟你讲只要三个月 你们就会感激我啦 嘿嘿嘿嘿嘿嘿 哎呀这么有效啊 那我也买个一罐 给我孙子吃好啦 不然哦 你们三个合买四罐 送两罐 再送三包这个酸痛药布啦 哎呦好好好啦 阿瓦我回家拿钱 你们等我哦 要就要快啊 等等我就要离开咯 快点啊 哎呦 妈妈发生什么事啦 哎呦没办法啦 谁叫孩子的未来是不能等的呢 哎呦 哎呦你哦 以后就要乖一点啦 妈妈为了你哦 花多少钱哦 妈妈也甘愿啦 妈妈 你又去哪里学到了什么 教职的庙方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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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瓦哦 刚刚在阿村婆婆那边的听到一个秘荒ps 可以专置客业不佳的小孩 这个秘荒 iku 可不便宜耶 等你以后啊 等一下 变成大医生大律师哦 一定要记得妈妈对你的这一欢苦心哦 在啊妈 卖药的人在哪里啦 阿文你也想要吃 阿达你看看 人家阿文知道 哪里有对助级有帮助的东西 就这样积极争取 哪像你 你常常都是 功课不好也不管 就这样给他烂掉 你们不觉得有问题吗 这会不会就是你刚刚跟我们说的 恩罗阿仙 好刺激哦 真的出现了 阿达你妈妈竟然上当了 对了啦阿胡 你妈妈也有在阿春婆婆那边 到时候要看看 是阿达吃了有效 还是阿胡你吃了有效 这个药要是我们阿达吃 一定会突然搞第一名 怎么样啊 怎么会这样呢 阿文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 阿达阿福 你们先跟着达妈去阿春婆婆那边 我去找王警员 好 那我们就兵分两路 奇怪 达妈呢 糟了 她一定是回家拿私房钱了啦 你们快追 阿达 记得要等我哦 妈妈 等一下啦 妈妈 妈妈你不要跑 哎哟 我要快点 哎哟 生耶 我把钱带来了啦 妈妈等一下啦 阿文说叫我们等一下 生耶 我们再等一下啦 我儿子的同学也要买啦 恶嘿嘿 嘿嘿嘿嘿 这样子哦 那就再等五分钟好了啦 嘿嘿嘿 妈妈 这真的有效吗 哎哟 小孩子不懂 这点点呐 嘿嘿嘿嘿 你们了 哎呀 真是有言啦 等一下哦 我就要到别的村子去了 别急 我带你到一个很好的地方去卖 别想走 是什么树 怎么把仙内抓起来 这个人根本就不是什么大仙 他刚才在隔壁村子骗了钱 现在又跑到我们村子来 幸好孩子们发现 而且向我通报 不然你们可要上当了 以后可要小心点 哎哟 猴祖有保佑 猴祖有保佑的 要不然辛苦存下来的俗房钱 就这样挥了 听他说的跟真的一样 还真的让我很心动 是啊 我们差点就被骗了 孩子们谢谢 阿春伯伯 不谢了 阿春伯伯 不谢了 阿满了 你们因为不是字 又加上爱子心切 才差点被骗 尤其这个药的成分是什么 我们更是无从得知 所以来路不明的东西 千万不要去碰 以免让有心人士趁机行骗 来来来 我说个故事给你们听啊 从前呢 有三个朋友 一个叫阿成 一个叫阿易 其中呢 有一个比较笨 所以 大家都叫他阿呆 然而阿成 和阿易 总是喜欢欺骗阿呆 让阿呆 信以为真 来帮忙他们 完成自己的事情 今天还真热啊 阿呆 你比较壮 这包你帮忙背吧 好 对啊 阿呆 你也帮我背一包 好 没问题 都给我 哇 你看 阿呆 就像大力士一样 一个人就可以背这么多 好厉害哦 是啊 真像大力士哦 有一天 这阿呆 阿成 阿易 三人 相约一起去外地 买一些货物 当他们来到了河边 正好碰到了涨潮 而渡船的 却在河的对岸 这个时候啊 阿成看了看阿易 又转向阿呆 并且对着阿呆说着 阿呆啊 听说 只要有人 能够在河水涨潮的时候 脱掉衣服 游到对岸 必能给自己 带来好运哦 可是 我跟阿易 都不会游水 如果你会游泳啊 那就把机会 让给你好了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要不是我不会游 我早就跳下去了 哪还乱得到你啊 好好好 那我下去 你们可不要后悔哦 哎呀 这可惜了 就是哦 不好意思 那我下去了啊 阿呆啊 你游到对岸的时候 顺便把渡船 划过来好了啊 哦 好啊 当阿呆啊 渡河的时候啊 由于河水很急 差一点就被湍急的河水淹没 后来阿呆游到了对岸 就把船划过来 接阿诚阿易过河 阿诚阿易上了船之后 这阿呆忽然肚子疼 想拉肚子 阿诚阿呆 阿呆 我想拉肚子 你们等我一下啊 阿呆 你可要快一点啊 阿呆 我们走吧 不等阿呆了 嘿嘿嘿 有了船 我们干嘛还等他 走了 哦 阿呆啊 天快黑了 我们要先走了 不等你咯 哈哈哈 于是阿诚跟阿易 就撑着船过河 当他们的船 行走到河的中央的时候 这突然河水 变得越来越急 这船呢 也跟着摇晃起来 当他们两人 惊慌失措的时候 这前方又打起了一个 又高又大的巨浪 朝他们冲了过来 这轰的雨声 阿诚跟阿易 连同船 就被那又高又大的巨浪 吞没 淹死在河里了 而阿呆 则在岸边等候着 一点事都没有 对于许多没有知识 不明事理的人 不但没有开导他们 反而还说些假话 来欺骗他们 让他们悟性为真 来达到他的目的 所以 我们对于事情 一定要小心求证 并且要时常的互相帮助 以免相同的事情 再度发生 莲武爷爷 以后我们会小心的了 速了速了 我们会小心的了 好险我妈妈没有上当 要不然我就不知道 会吃下什么奇怪的东西 不但成绩没进步 竹笋大餐 吃得更过瘾 孩子们 要知道啊 不试字的人 通常都是淳朴可爱 不但不可以欺骗他们 还要教导他们 如何明辨是非 更不可以仗势着 自己的聪明才智 就来欺负别人了 知道了 妈妈 既然前面有被骗 那可不可以换成 一百包王子面呢 阿福啊 你皮在痒哼 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梦珠同学 对于许多同学朋友 反而妄加的毁梦 破坏他们的名誉 这次的作文比赛 文字优美 意境深远 让许多评审老师 都感动万分 现在 让我们掌声鼓励 这次的第一名 我看这次比赛 八成又是王国斌 拿到第一名了吧 王国斌好厉害哦 每次都是他 嗯 我也好想拿到 作文比赛第一名哦 哈哈哈哈 阿福 你不要再吃人做梦了啦 好了啦 先听老师宣布吧 这一次作文比赛的第一名 阿光 哇 哇 哇 王国斌共沟了耶 这是不是就叫做挣钱摔马啊 哇 阿福 你的国文造诣 真是土飞猛进呢 嘿嘿嘿 恭喜恭喜 恭喜阿光 哇 你好厉害哦 嘿嘿嘿 兄妹 小心啊 过去哦 嘿嘿嘿嘿 嘿嘿嘿 阿光 你不但作文变好了 你的躲背球 也打得越来越好了耶 哦 哦 哦 对啊 阿光 你是怎么训练体力的 要教教我 哦 哼 没有啦 我没有特别训练了 哈哈哈哈 呵呵呵呵 呵呵呵呵呵呵 往国斌 你今天怎么没有和我们一起打躲避球啊 我人不舒服 而且不要以为 作文拿第一名就得意起来了 哼 王国兵 小林 你在看什么 没有啊 阿光考试作弊 啊夫 你在说什么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是在纸条上念的啊 哼 哎 怎么了 不知道哎 你知不知道 他们说他作弊哎 我的橡皮擦不见了 那是我爸爸从美国买回来送我的 王国兵 你刚才弄丢了自动铅笔 现在又弄丢了橡皮擦 到底怎么了 哼 一定是有人 偷拿走的 哼 我们班上怎么会有小偷呢 好 现在来搜看看大家的书包 到底是谁偷走了 王国兵的自动铅笔 还有橡皮擦 啊 这 这是我的东西 怎么会是阿光呢 不是我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哼 哼 就因为你没有爸爸可以送你东西 你就是偷别人的东西吗 我看你作文比赛得第一名 也只是侥幸趁机接近别人 博得大家的信任 却做出这种见不得人的事 哼 王国兵 你这样说不太好吧 我想是不是应该请老师来处理呢 王国兵 你听我解释 真的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 哼 你少在那边装可怜了 所以说我最讨厌孤儿院的小孩 没父母又没教养 一脸穷酸样 好臭好臭 没爹没娘的野孩子 臭死人了 爱作弊又偷东西 难怪小时候就被父母亲抛弃 哎 孤儿院的 走开走开 不要挡路 孤儿孤儿没家教 孤儿孤儿是小偷 阿光 怎么了 没什么事了 一定又是王国兵 王国兵 你等一下 王国兵 这中间是不是有误会 你不听听阿光的解释吗 偷别人的东西就是不对 没有必要听 虽然是在阿光的书包找到的 也有可能是别的同学恶作剧的 对啊 我觉得阿光不可能偷东西的 事实就摆在眼前 而且他是孤儿院里长大的小孩 会做出这种事情也不意外啊 哎 王国兵 孤儿院的小孩那又怎么样 阿光的品性也很好啊 就是相信阿光不会做这种事的 阿达 你干嘛一直帮他说话 难不成你也是帮凶 你在说什么 王国兵 你怎么这样说呢 王国兵 有必要这么生气吗 好了 我不想跟你们这些人说了 看你这个样子我就想揍你一顿 就算你的东西被偷也是你活该的 阿达 你不要这个样子了 我想这一定有什么误会 况且我们也都是好朋友啊 哼 你少在那边猫哭耗子假慈悲了 一个是孤儿院的小偷 一个是野猴子 谁想跟你们做朋友啊 这 王国兵 你说什么 阿达 你要沉重 阿达 你要沉重哦 王国兵 你怎么随便骂人嘛 是啊 王国兵 你骂人就是不对 你在叫 我可要向老师报告咯 哎 王国兵 你这是什么态度啊 哎 阿达 怎么了 老师 前几天王国兵的自动笔不见了 老师 我们本来要向您报告的 可是王国兵说不用 嗯 哦 哎 阿光啊 那你告诉老师 怎么会在你的书包里呢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在书包里 老师 请您相信我 我绝对没有拿的 王国兵 你觉得是阿光拿的吗 既然是在他的书包找到的 就应该是他拿的啊 老师 我相信不是阿光拿的 是啊 老师 我们也觉得不是阿光拿的 嗯 我们先放松一下 老师跟你们说一个故事 在宋朝的时候 有两位好朋友 名叫郭智及李敏 而郭智做妇做得非常的好 因而颇有名气 他的同学李敏 却是因为嫉妒他的才华名声 就常常毁谤他 嗯 这位郭智先生做妇 做得可真是好啊 是啊 真是令人佩服啊 哈哈哈哈 两位兄台刚才所提的是郭智先生吗 嗯 是啊 我们正在赞扬郭先生的 兄台有所不知啊 其实郭智的妇 可都是抄袭来的 啊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因为我可是他的好友李敏呢 哈哈哈哈哈哈 由于李敏的嫉妒 就常常毁谤好友郭智 从此之后 李敏连续考了好几次 也都一直没有上榜 后来郭智先中吉利 接着又再考中了举人 这个时候 李敏方才以明经充选而已 绑照下来的那一天 李敏感到非常的惭愧后悔 就决定返回家乡不再复考了 郭智听到了这个消息 就立刻前往追赶李敏 把李敏追了回来 李敏在好友郭智的劝说下 才又回来 后来李敏也考上来 李敏因为嫉妒郭智的才华名气 就毁谤同学郭智 然而 别人并没有因此而受到任何的损害 只是自己变得更刻薄 受到报应而已 好 王国斌 阿光 现在呢 就来谈谈你们的事吧 老师对不起 其实 其实 自动笔跟橡皮擦 是我自己偷偷放到阿光的书包里的 什么 因为你作文拿到第一名 我很嫉妒 才会毁报你 伤害你 对不起 你会原谅我吗 王国斌 我原谅你 因为我们是好朋友啊 谢谢你阿光 谢谢 王国斌 今天阿光的作文能力跟你互相上下 你应该要感到高兴 有一个跟你旗鼓相当的朋友 更应该要互相勉励 互相珍惜啊 嗯 谢谢老师 我会的 从今以后 我会改掉不好的习气 也会更加珍惜阿光这位朋友 谢谢你王国斌 我也会珍惜的 哎呦王国斌啊 你干嘛这么爱嫉妒啊 害我跟你大吵一架 现在肚子都有一点饿呢 是啊是啊 我也有一点饿呢 阿达阿福 对不起了 好好好 那老师请你们吃面包吧 哇 谢谢老师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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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